尼巴战争进入第二个月了 虽然人职的谈判还在继续 但终于出现了一线人道停火的曙光 以色列同意在未来三天 每一天都会停火四到六个小时 不过至于加萨的未来 总理纳坦雅胡强调 以色列是无意长期占领的 不过必须有可靠的部队来监管 距离以军坦克不到五公尺 哈马斯用RPG突击 躲在墙角或是地道路口突袭 让以色列是防不胜防 以军坦言早在意料之中 备好强大火力应战 推进到建筑物密集区前 先爆破清除地面掩护 小队在制高点火力支援 以军是打得谨慎 而斯烟团队跟着乙军进加萨 在加萨北部 贾巴利亚附近的山丘 就发现了哈马斯地道的三叉交汇口 地道内就是军火库 随着战事进入第二个月 以军有限度地开放外美 随军队赴前线 CBS记者跟着乙军前进另一区 几乎被打成废墟的地方 以色列说之前这里有游泳池 但是现在在游泳池旁边是哈马斯设置的火箭弹发射地 爆破升平船 媒体只能匆匆离开 乙军更往加萨市中心走 就能发现 有越来越多哈马斯藏兵渔民的证据 乙军甚至还用3D模型重现街区 再看起来是学校的地方 却变成军工厂 指控哈马斯把学校教室变成弹药除藏室 这些都让乙军无法放松进攻力道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誓言 不管多久都会打下去 但是美国却先宣布 以色列同意未来三天 每天人道停火4到6小时 抢在以色列之前先公告 似乎就想先发制人 因为 以色列绝不轻言停火二字 因为这看起来就像跟哈马斯示弱 只是这人道停火 能是救赎加萨平民的生命线吗 大量的伤患 但持续涌入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 都说是逃难途中被攻击 我们是游戏的人 我们想活在我们的地上 但是没有人在世界 你让我们离开 以色列组织预告要释放一名77岁 以及一名13岁的人质 而人道停火 是否能促成更多人质或是 也将成为这场冲突的转列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加萨的情况不能够再被忽视 虽然以色列坚称之所以轰炸 奈明尼根医院 是因为这里都有藏匿哈马斯的分子 不过这阵子的激烈交战 是重创了巴勒斯坦的民生激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就宣布 将会投入12亿美元来援助加萨 天空飞来好几枚飞弹 眼前画面瞬间剧烈摇晃 救护车人员躲在车上 惊险拍下这段预袭画面 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附近 不断传出爆炸声 因为这里又遭到以色列攻击 其他医疗人员吓到用手捂住双耳 全身卷曲 想办法在车内压低身子 医院外帐篷区的民众 听到爆炸声响大声尖叫 立刻拔腿逃命 加萨居民说这一泼泼的空袭 事先都没有征兆 他们连躲的时间都没有 加萨卫生局指控以色列在周五 对至少三家医院发动攻击 让加萨的医疗体系陷入危险边缘 救护车驾驶开着车在大街小巷内 高速奔驰 他无奈地说加萨的死伤状况 惨到他每次出勤 就得连续工作四五天 其实加萨走廊从北到南 没有一个地方完好无缺 会在南部的甘油尼斯 好几栋建筑又被以色列飞弹给炸毁了 就算能在无情炮火下幸存 无家可归的老百姓逃到避难所 以为至少有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歇脚 却发现生活环境实在太糟糕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大量加萨居民涌进避难所 加上当地医疗设施被毁 供水也出现问题 传染病随时有可能大规模爆发 因此有些人宁愿回到废墟中 想办法过日子 加萨现在还面临 粮食不安全的困境 加萨人道援助会议9号在法国巴黎展开 目的就是要讨论对加萨走廊提供人道救援 法国总统马克宏宣布将增加8000万欧元 大约27.6亿台币的援助资金 同时再次呼吁停火 专家分析认为如果战火持续 加萨和约丹和西岸主要经济指标 像是就业率GDP等都将大幅下滑 在短短四个礼拜内 加萨和约丹和西岸的就业率 分别下滑了61%和24% 预计巴勒斯坦的GDP也会下降4.2% 精损相当于台币277亿元 如果冲突持续两个月的话 精损更将高达17亿美金 GDP则会衰退8.4% 联合国警告这是巴勒斯坦 30年以来前所未见的巨大经济衰退 TP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国际社会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两方中间选边站 也助长很多的暴力冲突 像美国加拿大就都出现了很多仇恨犯罪 在洛杉矶有一场支持以色列的影片放映会上 会退场外有两派民众大打出手 空拍看到拳打脚踢 下一秒跌在地上继续扭打 混乱场面发生在美国洛杉矶 就在一小时前博物馆举办特应会 播放43分钟 哈马斯10月7号屠杀画面 饰演神力女超人的以色列影星 盖尔加多还是主办人之一 但开眼前场外就聚集挺巴示威民众 布料活动散场后一小时 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边人马 竟然爆发肢体冲突 美国社会纷纷选边站 两派人马紧张对立 各地几乎天天都有谴责以色列轰炸 平民的游行 不过也有以色列艺术家 在纽约贴了好几张以色列人质海报 被挺巴民众撕下来 不止美国加拿大蒙特楼 同一天两间犹太学校传出枪击 幸好没人受伤 来到欧洲星期四刚好是纳粹 迫害犹太人水晶之夜 85年纪念 德国布兰登堡大门 投影出支持以色列文字和流氓星 战火冲突让欧美社会一分为二 但最让以色列人感到威胁的 还是国家周遭各种反义势力 不止真主打和哈马斯 以色列南部埃拉特 民众在警报声中拔腿狂奔 当天晚上 以色列来自叙利亚民兵的无人机攻击 还有夜门青年运动胡塞组织发射飞弹 这些和伊朗关系密切的民兵团体 还轮流攻击中东美军 伊拉克美军驻扎的基地烧起雄雄大火 虽然伊朗重金资助这些团体 但否认是伊朗政府和军队 下令他们攻击美军和以色列 这样的说法美国不买单 从停议和挺拔示威 到美国与伊朗政府 不同阵营各说各话 立场和观点也越来越分化极端 TVBS新闻中文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